好 過年的時候一定要吃 菜桃櫃 今天就要教大家 做出 電鍋版 古早味的菜桃櫃 有請我們的 準媽媽 蘋果老師 大家好 我是蘋果老師 蘋果老師 那我看外面啊 那種都是大蒸爐耶 我們這樣用電鍋可以做嗎 可以 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材料呢 我們在家裡其實用電鍋啊 只需要有 萊蘿蔔 再來米泥 然後鹽 油還有水 只要這五種食材 這麼簡單 然後放到電鍋裡面 蒸完就可以了 老師 這次讓我 來做吧 我們做給你吃 好 這樣好嗎 我們開始做吧 老師 我們第一步驟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需要先準備這個 再來米 再來米 泡水一個晚上 為什麼要泡水一個晚上啊 因為這個米它本身很硬 所以如果我們是用果汁機的話 那這個米就要泡一個晚上 然後我們再來打米漿 就會很容易打成很細緻的米漿 了解了 所以這個炸米是比較硬 比較適合做菜桃粿 是因為讓它定型這樣嗎 對 沒錯 而且吃起來不會像麻糬 如果用白米做起來會太黏 口感就比較像白糬 就不是菜桃粿的口感 重要的來了 蘿蔔要怎麼勤呢 老師有帶來這個蘿蔔 跟大家講要怎麼選 首先呢我們要選這種就是 最好是有帶土的 因為有帶土的就表示說 它還沒有洗過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保存比較久 對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它的這個根須 它這裡不是有須須嗎 有 要找這種根須比較少的 然後另外也可以彈彈看 彈彈看 老闆會罵我吧 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 就是脆脆的 對 清脆 然後拿起來重重的 好的 我們會記住這些小秘訣 對 那我們菜桃接下來要怎麼處置它呢 我們這個買回來的這個菜桃啊 就是將頭去掉之後 然後這樣削掉 了解 然後不要削完表皮就好 因為它表皮下面那一層 還是有一點苦苦的 對 所以也要再多削一層 然後削完之後我們再削槍 削槍 對 妳是台北人 對 台北人 但是我現在 削去削槍 好 削去削槍 接著呢我們就來 將這個蘿蔔絲放到鍋子裡面 然後我們這個蘿蔔絲剛好說是準備 3.5斤嘛 對 對 然後我們的水呢 就準備350ml 對 所以先把這個 剛削好槍的這個蘿蔔絲放進來 然後再將水加進來 然後蓋上鍋蓋之後 開中火燜煮 大概20分鐘 因為就是將這個蘿蔔呢 煮軟 做菜的味不難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比例大家要抓好 那我們現在米也立好了 現在要打米漿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要打米漿 這個米呢跟水是一米 所以這個是一斤嘛 一斤就是600克 那水就是600ml 那水就是600ml 所以我們會分成400ml跟200ml 然後另外200ml 然後另外200ml是最後來清洗這個 這個容器裡面的 這個容器裡面的 對 這樣子的話就是才不會浪費 不會浪費 不會浪費 好 打開囉 對 打開 然後這時候我們 你看我們蘿蔔已經變有點透明了有沒有 哇 好美喔 把火先轉小 那我現在已經把這個米漿有攪拌一下了 對 轉小火之後再把米漿倒進去 倒進去 全倒嗎 對 全倒 好 這歪歪的 對 先撒點鹽再拌炒好了 好 這算我們現在要加入多少鹽啊 呃 你加我我會跟你講 好 這樣子 再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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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 然後就半炒 好 我們用半炒 然後這剛剛還有一點我幫你倒進來 好 老師這個半炒要進行多久啊 要炒到 它現在是液體狀嘛 對 炒到它等一下變濃稠的 勾勾的時候 好 所以也不一定是多久啊 因為要看你什麼時候 把它弄成勾勾的時候 對 大概五到十分鐘 我就成功了 就變得像泥土一樣的時候 很難動的時候 就可以放到電鍋裡面蒸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電鍋內鍋裡面 然後外鍋又放三杯水 蒸1.5小時 然後蒸完之後再燜15分鐘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取出來放涼 然後放涼之後呢 那接著就可以切塊 然後來煎這樣子 老師你看 這是我做的 我們這已經是蒸好 然後放涼把它冰過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可以把它切一切來試吃了 對 看看有沒有成功吧 好 期待 先來切一下 不要憂憂 直接下去就是了 好Q喔 對啊 老師我們先切個兩塊好不好 好 好 來煎吧 油要多少 你先放進來 轉一轉 喔 我們兩塊一起下去 好噴喔 老師要小心 要立一下油 對 沒關係啊 我們只吃一口 將 我第一次人生的菜桃粿 有沒有看到 來我們要試吃囉 好緊張喔 超香的 超香的 好香喔 脆脆的 超好吃 而且很Q欸 這真的很好吃欸 大家在過年期間 就可以在家嘗試看看這款 料料料實在 又非常好吃的 又非常好吃的 菜桃粿 在這邊祝大家 主事順心 情史沒那麼難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快吃我要沾醬 醬油膏 好吃 而且 這蘿蔔汁超分明的 嗯 外面的很難看到就是 這整個 外面的看不到蘿蔔絲 蘿蔔絲 而且不一定有蘿蔔 嗯 嗯